我们吸一口气进去的时候 你知道这一口气有没有进入中脉啊 我看你是跟我一样肚子越来越大 气入肚子 肚子越来越大 没有入中脉反而肚子越来越大 要进入中脉的 怎么进去 告诉大家 你吸一口气以后啊 你要静一下 让这个液体啊 口水也就是口水 留下来 在这个口的时候 快满的时候 你吸一口气进去 把这一口口水吞下去 跟着吞下去 很奇怪的 你这一口气啊 就因为你咽了一个口水 就可以把气推进中脉 很简单 我不跟你们讲 你们哪里晓得什么吞一口口水 对不对 我跟你们讲才知道 哦 原来你吸一口气以后 要用这个口水 吞一口口水 然后把这个气压住中脉 另外呢 气住中脉也有方法 等一下我会表演动作 这个中脉 上面断的怎么接啊 很简单 我一讲出来就掉下来 舌底上额就接了吗 因为舌头啊 舌尖底上额 可能你就可以 踏了一个桥嘛 这样子嘛 中脉到这里 顺着你舌头一直踏上去 就一直到顶了嘛 你舌不抵上额 上面是断的 到口就断了 就没有啦 所以不是讲说 打坐的时候 要舌底上额吗 对不对 你中脉要接 就是要舌底上额 上面就接了吗 啊你们听到就都谈到 这个季轮到密轮中间 又是断的 差一点点 为什么他中脉不接呢 为什么到这个海底轮 这里为什么不接呢 事实上是断的 你要接很简单啊 提起来就好了嘛 把它稍微提一下就好了嘛 提就是提纲嘛 你把它提起来就接了嘛 就接到了嘛 这个中脉就接了 你们也经常听到了 提纲师尊讲 这个提纲我也是经 以前学内功的人也懂得提纲啊 他说一提纲 一踏舌底上额 这个底下提纲 原来就是这样子接了 哎太简单了 哎气死 那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 但是我不讲的话 你不晓得 对不对 讲的话你就知道 哦原来中脉就是这样子 就可以上阶跟下阶 这个都是秘密的 这个师父教的时候啊 师父一对一在教的时候 才会跟你这样子讲的 所以你在练 保评器 一定要上阶 也要下阶 所以那是你 我才能带你 是没关系 我才能带你